什么笑话呢 第一 我们马来西亚我们向法国定做了 中国没有的 苏联没有的 美国没有的 日本没有的 连法国自己也没有的 花了几亿做什么 我们跟法国定做两艘潜水艇 特制的 只有两艘 全世界只有这两艘 别人没有 只有我们有 这种潜水艇 不会潜水的 潜水的 叫做潜水艇 我们全世界都没有人有 只有我们敢定 花了几亿 我们做到 全世界在笑我们 竟然 花了几亿 买两艘潜水艇 第二 我们看泰国的空军一流 看到印尼的空军一流 看到新加坡的空军也一流 特别是新加坡 它的空军 它的空军 那个飞机呢 它战斗机一起飞就冲入我们 柔佛的境内 看来我们很不爽 所以我们不爽 要怎么样应付呢 我们也要加强我们的空军 来吓他们 所以我们人家买战斗机 而我们也买战斗机 不过我们是买来吓人的 所以我们买了战斗机 我们就把它的引擎呢 卖掉 当做水货卖到南美洲去 不是卖到泰国 卖到泰国 我们都会坐 泰国的话呢 今晚上偷一辆车 明天早上呢 就到了泰国边境了 但是这里不容易哦 我们的战斗这些眼睛很大力了 又很重了 要再去泰国不容易 所以我们竟然能够把它卖到南美洲去 在中国各处都建高铁 它的时速多少 中国也花了几千万买火车头 它买的火车头 试驾的时候 试跑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test drive的时候 试跑一个小时可以跑460公里 再课的时候 一小时跑400公里 跟我们的飞机一样快 跟飞机一样快 可能比飞机还要快 我刚才做 我刚才做这个firefly来 300多公里都要做一个小时 它一个小时跑400公里 如果从基隆坡那边开的话呢 来不及break就冲到新加坡去了 新加坡可以买 我们马来西亚就不落人后 所以我们也买 不过我们钱没有这么多 我们也花几千万 我们也买火车头 不过我们买second hand的 用过的 用过的 用过的不要紧 跑多快才重要 结果我们的也来test drive 来跑 中国的一小时跑400公里 我们的一小时跑80公里 花几千万 花几千万 那么我在想办法 了解为什么跑80公里 想办法替国阵辩护一下 结果只想办法 结果只想到一个可能性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的警察效率很高 street trap很多 所以跑80公里最安全 这样来管理国家 那么我们又看到 三年的明年政府 可以比国阵 五十四年做得更好 我们如果还不做一个勇敢的选择 那么呢 不见话讲 是我们自己空抗 所以我们不能做空抗的人民 下一届 我们一定要拿一个 马来西亚改变 有钱换国家 没钱换政府 下一届 我们确定 罗伯州 要给我们最大的力量 我们要改变马来西亚 改变